大家好,我是Stan 最近收到新加坡巨富投资 宣布将召开公开征选赛的 50-50所属公司全代表 9月15号对记者强调 这次准备的女团绝对不是 50-50第二期 将会制作全新女团 将公司成长为女团名家 才是真正的目标 根据其他韩国律师YouTube频道来看的话 如果全代表制作50-50第二期的话 会给50成员们主张 所属公司抛弃我们了的借口 所以全代表才会想要做 与50无关的全新女团 全代表接着对记者表示 人生真的像赛翁之马 两个月之前真的有想不开 但是两个半月后 完全变了一个世界一样 收到大家的姻缘 有很多人要投资 我觉得这是奇迹 在得知制作了50-50的公司 要制作女团后 两个礼拜的时间 我们从全世界收到了800多首歌 歌曲真的都很好 女团选拔会透过电视台播放 目前我们在跟很多电台洽谈 计划会做12集节目 由观众们亲自挑选成员 幕后话续 纪录片什么的 计划在Netflix TV等地方播放 真的没人知道 人生会变怎么样 加油 只要播放我一定会看 没看这种选秀节目 好几年了 这次一定会看 也会投票的 因为真的如网友们所愿 在进行 所以大家都很兴奋 真的超好笑 因为在外国也要看 所以希望是在Netflix播放 已经开始紧张 谁会主持了 希望能大放 三星别忘了去赞助 对了 9月15号公司官网发布了最新资料 目前公司正在募集练习上 不论性别国籍 只要满12岁就能参加 有意愿的人 我会把网址留在资讯栏 可以去挑战一下 谁都不知道 人生会变怎么样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经纪公司高官31名挑选的 演技实力最好的男女爱豆 前5名 首先是男爱豆排行 共同5位 罗吻 白圭鑫 4位 茶恩宝 共同2位 甘西湾 迪欧 1位 伊余 罗 接着是女团排行 5位 金瀟犹 4位 ナナ 3位 数寺 2位 亜佑 1位 依纳 0位 女仆 啊啊啊啊啊 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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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